义方达 我们来看义方达 义方达是相对稳健的 义方达甚至都把宁德时代 剔除在他的十大中仓之外 义方达十大中仓是 少数没有宁德时代的基金公司 那么他今年的开局也很惨 只有两个股票是上涨的 一个就是腾讯 涨了3.3% 另外一个是招行 涨了3.26% 这两个是涨的 其他的都跌 跌幅第一当然也是龙基 然后跌幅超过10%里头 有两个是白酒 就是五两眼和鹿州老角 就是他第二大中仓和第三大中仓 那么茅台到五间的时候 他也跌了5.65% 就是比较少见的茅台 在一月份的时候没有开门红 出现了下跌的措施 这是义方达 义方达我们可以看一下张坤 张坤的情况跟他的公司的持仓是基本一致的 就是两个涨 八个跌 跌幅呢也不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广发 广发呢今天有三个涨和七个跌 这指的是今天 那广发呢在今年一月份的十大中仓股 没有一个涨的 全部下跌 而且呢在下跌的这十个股票里头 有三个跌幅呢是超过百分之二十的 有三个跌幅超过百分之二十 那紧随其后的 还有四个跌幅呢百分之十几 然后呢才有三个跌幅呢少于百分之十 所以广发呢今天是全军接末 全军覆末 应该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广发的第一中仓股呢是阳光电源 这是他的独卖暗器 对吧跌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四 广发呢他的第五中仓股呢 是一维里能跌了百分之二十点一九 广发呢第八中仓股是很边缘 但是呢很嚣张的小康股份 跌了百分之二十点七八 这是广发的投资组合 广发有很多股票呢都是按门型的股票 大涨暴跌 然后呢我们同样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呢广发的代表 刘歌颂 那刘歌颂呢基本上他的 持仓状况呢跟广发的类似 然后呢跌得更加的凶猛 对吧 最小跌幅呢是百分之三点一二 是这个叫京奥科技 最大跌幅呢是 就是阳光电源 百分之二十一点几 同样呢是有三个股票 跌幅呢超过百分之二十 所以这些大牌的 基金经理呢 经历的开局都非常的差 是大禁止 然后爆车 这么一个状况 第一个股票 就是阳光电源